用意 立人天 咱在乞设计 唯独特琴收党 唯独特来健康 大家服务务务 最人助手好安心 最人助手好安心 大家服务务务 身体健康心安眠 身体健康心安眠 大家服务务务 最受感受苦順心 最受感受苦順心 大家服务务务 我人於哪台庄全 我人於哪台庄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中立道场主持袁农法师 我介绍在我农边的是心殿教师的袁华法师 请袁华法师介绍一下 各位大家好 我是负责心殿教师还有三峡教师 在我虎边的就是袁卓法师 请袁卓法师介绍一下 各位新农大德好 我是台北市孝心道场主持袁卓法师 今天我要跟两位法师一起来分享 平常的我们在教学上面的一些案例 请袁华法师分享一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袁华法师心殿教师 还有三峡教师 我的案例也没有很特色 是一个交通事件 那交通事件一般发生是 你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就是其他因事 因为这位来清华的人 是我们正习班的学生 他不放心 儿子呢 一样车子就报废了 然后我们用意粘卦结果 子孙鸟跃破 兄弟跃空亡 从卦中里选择出来 子孙鸟跃空亡 还有子孙鸟跃破 兄弟跃空亡 就是这两件事情 是造势的原因 后来警察刑 有符合 符合我们补挂出来的事件 所以呢 在这个案件里 告诉我们一个 事故发生的原因 我们应该去探讨 假设是 你没有保持安全距离是好办 如果是有其他的因事的话 就很伤脑筋了 不是这一次发生的就算了 还有可能会第二次发生 这是有关交通事故的问题 另外我讲第二个案例 事实上最悲惨的是 白法人送黑法人 这个老妈呢 来请法 问说 我儿子可以不可以合鲁 这个白法人送黑法人 妈妈呢 送儿子 已经很难过了 那对人以后呢 很多外面 平常悦者呢 有时候都搞错了 都把它写到那个 公妈白牙里面去 那是错误了 白法人送黑法人 要等待白法人走了以后 这黑法人才能写进去 他那牌子呢 对人以后 选个日子呢 你把它合鲁 不能放到 只先排位里面去 而是放在 公妈的外面 这样才是正确的 因为呢 母亲呢 每天都还要上香 这个长辈拜晚辈呢 一般来讲 晚辈承受不起 所以会有这种现象 一般外面呢 都是把它写进去 这是不如法的 不如法 那么会造成呢 家里有时候 不平安的事情在发生 所以呢 这件事情 非常的重要 也是在 每个家庭 几乎都会 遇到的事情 这是我讲的案例 第二个 第三个案例呢 是 沾股票了 赔钱 他赔了两千多万 也不少钱了 那我后来才发现 这个跟祖灵是有关系 因为呢 这位师姐呢 他下个老公 三岁的时候老公就死亡了 他生了两个儿子呢 那就把姓 姓名 改回他的 他以为这样就没事了 结果呢 我补卦的时候 发现 祖灵要求赌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的前妻呢 他是第二个老婆 那前妻呢 19岁的时候 有一个小孩死亡 那等于就是 是我们所说的是导航 然后呢 他把那个名字都改姓 姓妈妈的 以为都没关系 神不诛鬼不解了 结果他亏钱的时候 跟一个朋友来问世 叫我们给他占卜 他股票亏勤的原因 那在在的 从用意里面 我们知道天机 他祖灵有问题 还有那个前妻 19岁那个孩子呢 跑到他家去 那时候我占卦 发现 成蛇带兄弟 兄弟还有问题 所以呢 第三件事情是说 他还有阴灵的问题 那我们用意的 补卦里面子孙寮也破 所以呢 从子孙寮 然后加上一个 19岁的孩子 同父一母 同父一母 还有另外 这个祖灵 其中有一个 还有一个祖灵 他爸爸那年代的 一个妖王儿 所以三四件事情 聚火在一起 所以造成了 知识不顺 失业 亏钱的亏那么多了 都没有劲 在做事情 要想要赚那三千万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 这一件也印证了 师父曾经开示我们 说我们要做事业 如果祖先有问题 还有不败祖先的事业 很可能就做得不大 就做得不顺 这是天经地义的 我们百事 这个孝顺是以百孝为先 是排在第一的 再在地告诉我们 祖灵如果不安 祖先如果不安 就会反射出来 所以我们做 后代的子孙 要好好的注意 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三个案例 好 感谢原画法师分享的案例 那我们再介绍原主法师 请你分享你的案例 阿密陀佛 阿密陀佛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案例是 我们郑奇邦的邪言 他家非常非常的不平安 他本来请我去 要看他女儿的房子 结果他女儿的房子 勘察完的时候 他就顺便说 法师 我家很不平安 没必要来给他看看 我说你以前也说 我都没占卦 都没占卦 我说拜祷法师来去 我说好 好 来去 结果我去的时候一看的话 结果他家开的门 刚好开在屋子的郑中宫 他怎么论 他其实是非常不平安 不然怎么办 他也有叫人去看 结果都没有得到答案 结果我去的时候 最后 就想到说 用 那个向心的九指方来给他看 可以平静下来 结果我说在你家这个窗户 这个九指方这个开窗户 是不是可以安定下来 那可以不可以我不敢保证 我先张卦再讲 结果张个卦 是雷锋痕 雷锋痕卦 动地是窑子孙无否动 那刚好是老月又老日 日月又来伸子孙窑 我说这个法可以用 这一楼一定会平安 结果他 那个窗户打开的时候 过了差不多十几分钟 他整个心情沉淀泻了 他说 哇 怎么查这么多 那那个楼 我说对了就是这样 对因为你们期י不孙 全家家都逼到的 住来很不平安 看起来就很不平安 看起来就好 它到现在已经住得很平顺 很平安 那再来的第二个按钮 我跟大家分享 也是我们到场的师姐 他看上一间房子 非常非常地喜欢 結果他來沾褸 沾著褸 我說四姐 照老做褸雄之時 這間房子住不平安 四姐那間房子很介意 非常非常喜歡 我說苦努看看 不要 結果他過了十天 又來穿褸 也是要問一間房子要買一間 結果我再沾 是六聰褸 我跟四姐說 不要啦 不要啦 不痛啦 這麼褸最大的 這間房子住不平安 掛上就說這間房子住不平安 不順 不順 結果他自己去查 查來的時候 他跟買的時候不敢買 我說還好你還好你賣以前先沾褸 如果你買下去的時候怎麼辦呢 那房子不是三兩百萬而已 那一間房子兩三千萬 我問要買就住不平安 你怎麼辦呢 我說還好你有福報 還懂得先沾褸 再來 再來 再買 我跟大家分享案到這裡 好 感謝我們兩位法師 分享案例 那我分享的案例就是 有一天 因為我們中立道場成立的比較早 所以從十二屆開始 每一屆都有人 屆別都有人來上課 那每次來上課的時候 師兄師姐的話 我都會先看他們 我先看他們說 感覺氣色好不好 有沒有精神 我都會稍微注意一下 那有一位師兄他就是 我覺得他的 清明節前後的差別太大了 怎麼清明節過完 清明節過後回來就覺得 他精神上很不好 氣色也很不好 所以我就把他叫了他 我說你在清明節的時候 有什麼發生了什麼事嗎 他就說他去清明找墓的時候 在有看到一個骨灰蟲 在外面的 是別人的不是他家的 他可能去動了一下 動了一下他就 他也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可是回來以後 他就開始不對了 經過幾天 一個多禮拜來上課的時候 臉色就很不好了 很不好了 後來我就跟他說 你這樣的話不對 應該要看要怎麼處理 那剛好師傅也傳了一個法 傳了一個法 他說只要是我們去掃墓 爬山旅行之類的 或者去碾香回來的時候 如果感覺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就是有所謂的靈魂界的跟著我們 或者碰到他的我們不自覺 所以師傅有教我們一個方法 就是用在我們的大門外面 畫金紙就是四方金 福金 還有銀紙各三百 祈求福德新君做主加持 後來說這個金銀財寶要供養這些 跟我有緣的法界 後來點了火 你要過那個金銀財寶的火 過火回來 回來以後說 那你就不能回頭看 奉送回歸本位 可是這個法在我們住大樓的 是好像有一點不太可行 那就要到土地公廟那邊去做 如果說像我們桃園 那方面很多是透天的房子的 住在樓下的就比較好辦 那個師兄也有這樣做 做了以後 第二個禮拜天 第二個禮拜再來上課的時候 臉色就很好了 所以他就說 如果沒有師傅的法 老祖的法 可能今天他就很不好過日子 因為才一個多禮拜 他看起來就不對了 就不對了 所以老祖傳很多法給我們 我們都希望說 在我們的 《用毅力人天》裡面的節目裡面 也可以從這邊傳很多法 給各位師兄師姐 一同來分享 我們原話法師 繼續分享我們的案例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的一個案例是 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只有生老病死 比較平衡的 那人總會死 接下來這個案子裡面 就是我一個學生的父親 在這一次這個 新冠病毒的案例裡面 他死亡了 我原來也不知道 他有一天來找我說 老師說你有沒有空啊 我說有啊 你下午到殯儀館來 看一下 我說看什麼 我每次做完的事情 跟爸爸擲杯的時候 都擲很久才有杯 我老爸到底有沒有上連位 這很重要 很多人都會考你的 所以我就跟他到殯儀館館 一看 哇 沒上去呢 我就 師傅教了開光點 給他點一點 他上去了 他就很高興 雖然是 說是一個簡單的 儀式 但是那個很重要 因為 人死後了 三分七破 以及 你要幫他做七 他如果不再排位的話 那怎麼辦 就是說這也是很傷腦筋的 不要小看這個問題 我在殯儀館看了 大概有三分之一 沒有請上位了 所以這雖然不是很重要 但是他沒有在連位來講 王者的家死或親倫 就有點過於不去 因為他是相信 相信法師 你有幫我隱魂上排位了 所以這排位變很重要 那處理也會重要 這排位一般來講 有時候 因為個人的形式不一樣 像佛教會給你拜到 初一 初五 拜 然後拜到對臨 然後再和魯 你那個如果說沒請上去 等於是拜的是空的 沒有意義 等於 台灣人那些講的 被拜 拜也沒有好 有拜到沒有保護 他就是沒上連位的 那你給他拜沒有意思 所以排位這個問題來講 也是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請上排位 那你等於說 要是你做那個妻 或者做什麼 送什麼金給他 他是我有得到 這個要打的這個問號 所以是非常重要 小師請到很重要 接下來的案例 就是我們一位師姐的 老爸中鋒了 他就跑到了教室來請垮 其中有一件事情 很不可思議 他是彰化人 因為他對我們 還有點半信半疑 因為他覺得 我問很嚴重 都沒有效 一星期很久了 都沒有效 到底真正原諒是什麼 那我們就用意占占卜 占卜了 有子孫鳥的問題 他有一個弟弟腰王 他有一個死屬的導航 拜他了 他父親呢 又是誰炒料的 照一講 他身上好壞 他應該是知道一半 但是呢 他沒有誰占卜 他不知道 在這中間呢 因為他從小時候就在鹿港 天后宮拜拜了 那前兩天呢 他要來我之前的兩天前 鹿港媽祖就來了 來到信殿教室了 我給他問他何事 他說有一位信仲的來情華 他是 張華以前都在鹿港拜拜 請你幫忙他 把這個事情解決圓滿 他當時跟我講 他身上沒有錢 我說沒關係 我就 你給我包兩塊錢的紅包 給我就好 像過去是人家給他 就寫健康兩個字而已 健康不只那兩千三千五千嘛 所以 有時候我們處理的事情 遇到特殊的 也有特殊的處理方法 那我們用意的時候發現 大概跟祖靈有關係 還有跟他一個弟弟導航 還有他拿掉兩個小孩 拿掉小孩 我們叫他參加我們的九九法會 以後 我們隔分室到場 有辦法會的 請他參加 去消災畫質 但是這件事情很奇怪 所以孫佛來指示 我也感覺到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另外呢 這件事情後來幫他指示 指示一指示 一到他不如法 我們改如法了 還有英靈就超出七十五或七年 照他朝這個方向去做 家裡比較平靜下來啦 那另外呢 再分享一個案例 最近有一個林師兄呢 問我A1到月區的房子呢 要選哪一棟 第一樓 那有關購買房子的案例呢 第一就先把占卜 還是要用占卜 那他有地段嘛 那個新房子嘛 所以說有地段 我給他要了地段 他說去補卦 補卦呢 結果一般呢 都看七茶窯子孫窯 但是父母窯很重要 父母窯是房子的結構 一定要旺 不然你說買到一個 一個那個海沙屋就很麻煩嘛 就像剛才我們 跟紫蘇人講說一個房子呢 都幾千萬兩三千萬的 你要換怎麼那麼容易可以換 所以呢 你用一占卜一下 絕對有好處 沒壞次 一般我們選擇房子 大概都著重於 卦中要有七彩窯 又有紫蘇窯 另外呢 很重要的就是父母窯 父母窯是他的結構 有沒有給你偷工檢料 這很重要 所以呢 一般來講 我們補掛都會看 所以各位 也要小心 這個 父母窯 還有七彩窯子孫窯 都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我們感謝元華法師給我們分享的案例 我們繼續介紹元祖法師給我們提供案例 阿美陀佛 阿美陀佛 我今天來講個案例是 有一個信眾 他太太到道場清華 說他的先生 在這個公司服務了 快四十年了 那目前來的一個新同仁 整個公司 都很不平靜 整個公司都不很平靜 他想說 是不是 繼續做 還是要辦退休 我提他張個掛 就封三箭 變為山水門 動三個搖 我跟他講 不對 以這個掛項來看的話 我先問說 你老公在這個公司做什麼滋味 我以掛項來看 這個來新同仁 應該是想接你老公的位置 他還講說 他老公在這間公司當總經理 目前來的這個新同仁 就是想接你老公的位置 他說對 他說 他說 他的老闆 就是他叫余障 叫余長 現在新來這個同仁 叫老闆要叫孤長 他就來想接你老公的位置 他說 他來的時候就犯法 我就要來接你的位 跟員工說 你如果不聽話 你們做準備 準備走路 結果 他說問我怎麼樣 我說你老公也做得很鮮 我說喝 一句話喝 你只要喝酒 喝酒 喝酒 就沒有事了 說到問我 我說有照顧中 看 你只喝酒喝酒 喝酒就沒有事了 事就是什麼 他真的忍 忍 他繼續住 他還是要退休 寥寥分泌 那個我跟他這樣說 過了三個月他過來 他說 法師 正經有什麼 入手機 公司 就只能平靜下來的 所以說 任何事都要掌掛 我再分享一個案例 也是我們 我的那個協議員 他今年年初來的時候 還帶有情況 他說 法師 我 過年過了 不知道怎麼 整個頭 痛了 一個多月 結果他去 檢查 何止共證 做什麼前陣檢查 都沒有事 找不到原因 他什麼 是什麼原因 我說 什麼原因我也不知道 我可以用一個法 來情勢 用 果來推陰 是什麼因造成的 叫他掌掛 掌掌 父母窯有動 他就要 他這個師姐寫得不錯 你看到父母窯在動 剛才寫一寫一寫 對 剛才寫一寫 說我有告訴我 我們家的祖先 的事情也 我說跟您家的祖先沒有關係 我跟您家的祖先 已經 我們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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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路說 3.26號 要給他設連位 因為他家祖先排位 都寫錯 我已經給他處理好 所以安達好了 說就是 等三個二六 要處理 我跟您家的祖先沒有關係 他還有 你把媽媽想看看 他說 他想要想要想要想 所以我說 他年底 為良家 因為他寫的 他寫的我們中文寫得很不錯 他們如果要背後 就走進去 露白雲湖 就說 你說你給女兒看看 我們家的那個 說良家 那個神桌 他說有沒有合 露白雲湖 還有他祖先排 坎尾有沒有合 叫 師姐 拿給女兒 我說 蛤 你拿給女兒 神桌 那女兒 女兒到 會說嗎 我說那不可以女兒 怎麼可以女兒 我說你女兒 你給女兒什麼 你抓露白雲湖 女兒祖先 會說自己有多少 我說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原因 你趕快怎麼做 擲杯 看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這件事 結果 他就走去 到場 都做點擲杯 扯扯扯 扯扯扯 宅 扯扯 宅 扯扯 三杯 我問是不是 他問要怎麼辦 一個話說 好話是怎麼辦 我趕快 貴在老子面前 給老子 怕牽牙座 紙幣到發蓋 豬豬就不知道 就拿 老闆湯去量 牽牙座 下水到發蓋 去牙座那裡 牙座餐廳 整個牙座店 牙座餐廳 只能這麼好戲 不再說頭痛 好 我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好 感謝兩位法師的分享案例 今天我介紹的這是有一家人 同樣來了五、六個人 可是他家好幾個小孩子 都精神不太正常 都有狀況 只有一個女兒還好有上班 其他的都住了療養院 其中有一個就是來 其中一個就是說 他爸爸就很擔心了 就是說他的大的女兒 雖然說有一點智障 可是也不見了 也不見了 他說他知道是跟人跑掉了就對了 我說他不是有一點障礙嗎 他說是 他說是 可是還是平常的話 還是能夠溝通就是了 當然我也幫他沾了一掛 各個掛 就是說是什麼原因 怎麼一家人都是精神不正常 最先沾的掛就是這個大的 大女兒為什麼會不見 就是砍尾水動第二窯 那我就請問他爸爸 我說你這個女兒有沒有男朋友 他說有 可是他又說 我這個女兒雖然是那個 可是是同性戀 同性戀 我說那同性戀還是跟他跑了 而且你們可能平常因為他精神上 比較有一點障礙 所以你給他的錢 可能就比較多一點吧 那些人就出去了 把他帶出去了就對了 當然也是要花他的錢為多 他說 不管如果這些朋友 就是要花他的錢的 可能錢花完了就會通知你們了 因為他沒地方好去 那後來他爸爸又說 那這樣的話怎麼辦 又說我的大兒子也是 也是住在療養院 就很多的狀況就對了 還好他的家境還不錯 所以有的時候 父母親好 可是不見得小孩子都很好 只有兩個老人家都精神很好 我也好像說也不會說有智障的關係 可是生了四五個孩子 都只有一個有正常的 後來為了這個我當然還是有沾掛 沾掛說為什麼他一家人都是這樣子 小孩子都有智障的關係 後來我也沾了一個叫做火者葵 火者葵掛動第一窯 動第一窯 也是祭神來克四窯 那因為火者葵掛裡面有兩個父母窯 我就問他說 你說你是不是也有雙性的祖先的關係 他爸爸也說是有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這個雙性的祖先 是不是有拜呢 他說沒有 就是沒有 我也跟他開示說 如果是師父的法門 老祖的法門 就是凡是祖先是雙性祖先的話 都要拜 不要說我們講好的 你拜你的我拜我的 不是這樣 師父說天上的事跟我們人世間的事 要分開來不要說龍尾一談 結果他有一個比較正常的那女兒 就很緊張 跟他爸爸說 我們要趕快來做這個事情 不然到時候連我都瘋了 我怎麼辦 因為他看得到他的兄弟姐妹 都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他很緊張 所以說很多的在我們人世間的事情 很多不是說你想這樣就是這樣 你想那樣就是那樣 尤其是祖先的問題 其實我們在道場裡面是 碰到相當的多 相當的多 可是有人很開心 有人會說 為什麼你們講的都是說要拜祖先 其實這幾天也是有 也有去給人家安樂祖先 也有正在進行中的 有的是很難溝通 他想說 我的長輩都不拜 為什麼我們做晚輩的要拜 有的時候他們會有一種反彈的心理 所以說這個是 尤其是這一家人 我覺得是很心裡很不捨 因為想說都是年輕立狀的 每個都有精神上的狀況 Jesse不要這樣 這要怎麼過日子 所以我們也是盡量的跟他解釋 這個雙性祖先的來源 後來他爸爸說 我們就是這樣的狀況 只是說我們不相信 也就沒有拜 就形成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就說回去 我也是跟那個比較正常的那個小姐 她的女兒說 我說你有什麼事情都可以來問 或者因為我很怕 她真的又發生這樣的狀況 所以說我就說你回去 就要盡量利用這樣的一個機會 讓你爸爸把它安起來 她爸爸說 那我的兒子都發瘋了 我只是這樣一個女兒還要安嗎 我說要 不然的話 通通都這樣的話怎麼辦 所以這個事情 我就說你回去的時候 一定要強力的 找你爸爸溝通這個事情 那當然後來是有到 那個選模式參加法會 參加法會 參加法會以後 我就不知道他有沒有安 不知道 會不會到別的道場去問 我就不知道了 不過每個人到我們道場的時候 我們就盡力把他的事情 把他找出癥結 幫他們解決 這樣就是我們在道場 服務的一個最終的目標 謝謝各位阿彌陀佛 我們這一節的案例分享就到這邊 我們現在請元化法師 我們現在請元化法師 介紹你的道場 各位觀眾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元化法師 歡迎大家到新店教室 新店教室住宅是新北市新店區 中央路73號 電話是02-2-2-19-01-41 歡迎大家來禮佛 參拜 謝謝大家 我們現在介紹元祖法師 你的道場 阿彌陀佛 各位信仰大家好 各位信仰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孝心道場主持 我們道場的地址是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 十二巷六十二龍四號一樓 電話是02-2578-6513 歡迎大家到孝心道場禮拜 完成老祖阿彌陀佛 我是中立道場主持元榮法師 那我們的中立道場的住在 桃園市中立區中央西路 二段三十號十二樓之一 電話是03-493-4315 今天非常感謝元化法師 及元祖法師 來跟大家分享 那麼精彩的案例 現在我們攻佔王禅老祖天威 好 王禅老祖太極天龍萬聖之主 過七首鼎禮 阿彌陀佛 天宿多祖公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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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ib grac Grey 魂東教祖祖公余 天宿多祖公佑 天宿多或五次殺女神 感谢观看